子弹博的雕刻家 对面还有小小大在 小大这边发了一句弹幕 在我面前玩雕刻家 你小心瞄倒 因为红夫人打这个阵容真打不了 就我们参考上一把 月希值的噩梦是很强的 但是打刚刚那套阵容 大家可以看到多么的乏力 这就是针对 当你这个绝活被针对到了 就有点没法打了 一个抽刀 对雕刻家来讲可以 我需要存在感 你真比如说这个雕刻家 如果说前期能够比较顺利的到 夹了一下 还行 香水过板 回头想砸 香水回 这个香水回的 再补一手 那这边好像推回了 有一刀飞轮顶可以 很可惜啊 这刀没打中 这刀打中 其实整个节奏还挺香的 不过他没有带闪啊 他要是带个闪 就一个前锋 我觉得还是需要闪 再推没能推到这边防了一手香水 交护甲 没有 没闪现 这里是假装挥一刀 闪现刀来骗一手 有吗 好的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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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 压到机子了吗 没有 这个机子能修完 能修完 对于穷者来讲差不多总量应该是到了2.7的样子 2.6 2.7 拉拉队员先拉走 前锋过来救人 这边的话是飞行家的薄命 前锋估计不带薄命的 所以说这一波前锋其实面对一个有精神的雕刻 夹了一手 捞下来 没有国命 反手一刀 好的 你前锋不敢撞吗 我精神 你知道是精神怎么样 我当着你的面签 我还要 我还夹你一手 还行 因为差一夹的存在感到2接 这波前锋逼出精神 也行吧 说实话呢 这个精神逼出来了又怎么样呢 你搞得好像后面还能再打一样 因为你手里的球也不多了 你要配合这个飞行家来打的话 因为球这宝平就行啊 这波其实飞行家正常套博命 前锋去修机子会更好一点 目前来看 这里他们选择不救 然后刘博命往后打抢机子 这也行 这波选择不救其实也可以 不救也可以 那就对雕刻家自己的一个雕像的要求了 你比如说确实 他们如果想保平的话 这手不救还真挺好的 旧的话呢 掏个博命也可以 因为可以拖一轮时间嘛 来镜头给到小小大 说人家的雕刻家不行 是吧 哇哦 机子差的不多了 这里一夹飞轮 前锋的机子修掉 剩下最后 一个蓄力刀 没打中 没打中 73的机子前锋撞一手 再补 重高雕像没中 留给雕刻家的时间 不是特别多了 他主要是什么呢 手里面的雕像并不充裕啊 一刀密码机直接点亮 哇 这机子亮的 这机子感觉 这个拉拉队员被绊了一下 被绊了一跤 磕了一下 立马起来了 18的门 再拨 船了 船了的话 就是准备待会回头 门开了 门开的话 应该是没了 门开的话 应该是没了 飞加这边手里 还有个拨命呢 他的那个飞天还没浇呢 直接开一波喷走 就看小小大流不流了下来 因为这边有地窖 就看小小大流不流了下来了 流不下来 没排到位置 哎呦 还转圈圈 你都被禁言了兄弟 你都被禁言了兄弟